今天我們談的是女人 女人的父母 各位的父親跟母親 對你未來的愛情有什麼影響 大家可能都會以為 我要講的是戀父親節 可是我要講的其實不只如此 戀父親節大家其實還蠻熟悉的 很多女孩因為小時候其實 第一眼見到 不是第一眼見到吧 應該說生平 第一次接觸到的男性 應該就是爸爸 應該啦 但是有些人當然不一樣 然後呢 作為一個小女孩 看著一個成熟的男性 大概無論如何 都會覺得對方很有魅力 尤其是爸爸正常狀況下 他是很疼愛女兒的 所以又會覺得說 這個男人對我的疼愛 特別是這個男人對我的讚美 很多時候會讓女孩子覺得 好像內心最深處最深處的 那個愛 就在這個時候 已經被定型 被連結了 那往後一輩子 其實就是希望 可以找到一個 因為不能嫁給爸爸嘛 所以就要找到一個 可以讓她有這種幸福感 甚至說是公主感的男性 這是她可能比較熟悉的 戀父情節的版本 我聽過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這樣 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女性 她自己覺得她對一位長輩 應該說是工作上的長輩 可能在學校你想像 可能是某位工作上的教授啦 或者是職場裡面的上司 類似這樣的人物 她覺得她對她有戀父情節 那告訴我的這位朋友 她是很有心理學的自覺 她就覺得 她是不是把以前 對父親的期待跟依戀 就是移轉到 對這位成熟男性的期待上 那她在工作上 非常的求表現 很希望可以得到 這個長官的肯定 可是呢 她告訴我一個 非常讓人受不了的事件 就是那個長官 請他們去參加嫁女兒 就是女兒結婚的典禮 她一直在想 她有沒有辦法承受 去看一個她那麼期待的 一個父親形象的人 然後去送她真正的女兒出嫁 然後這中間很多情感的表露 甚至那個女孩 其實就像公主一樣的 被父親嫁出去 她說她自己的心會很痛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有這樣子的 戀父親節的人 她自己的戀愛關係 會是如何呢 其實有這樣子的 經歷的女性 大部分的情感經驗 都很良極 有一種時候就是 在自己 比較想去追求的時候 常常會去找 有那種父親感覺的人 我這邊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父親感覺的人 通常不是她很老 或者說她的地位很高 或者說她很成熟 其實會讓你有 跟父親相處的感覺的 關鍵點是 能不能讓你有 小女孩的感覺 也就是說 對方怎麼樣 她的一切外在條件 都不是定數 而是她有某種互動的方式 如果讓你覺得 你可以像小女孩 小女孩一樣的撒嬌 你可以像小女孩一樣做什麼 都會覺得 會得到讚美 會得到一個注意的眼光 你覺得你好像 那種做小女孩的記憶 復甦的時候 你自然就是在重立一個 像跟父親一樣的感覺 那 如果你跟你的伴侶 或你其實習慣 是找這樣子的對象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關係 一開始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可是在某些時候 尤其是對方比較疲憊 或是有壓力 狀況不那麼好的時候 你通常就會感覺到 非常的失望 因為這一開始就是 喚醒一個 有點像婦女最早的 這種關係嘛 如果對方不那麼有力氣 去扮演一個 哄著你的人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失望 失望的時候 常常這種感情 就會開始出問題 那出問題之後 很多女性就會受傷 因為如果是想當女孩 然後對方其實不再寵愛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覺得 從天堂掉到地獄 這時候就要換對象啊 可能失戀啊 空窗起來 然後換對象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時候就會什麼呢 就會所謂的 接納身邊守候的人 那這個人通常就不那麼讓你有父親感 那這個人 有人會說什麼好人卡的那種人嘛 他可能就是長期守候在你旁邊 在你面前覺得你是女神 他沒有那麼的有自信 可是他也可以照顧你為榮 我曾經聽過一個女孩說 他跟一個所謂的好人講說 我很難搞的 我很糟糕的 那你不要來跟我在一起 因為你會很痛苦 那男孩說沒有關係 我願意 然後這女孩就跟他說 你根本就不懂我 你就算陪在我身邊 你也不懂 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什麼 你根本不了解我心裡面在想什麼 他其實意思就是說 這個男的太單純了 是沒有辦法理解他那麼複雜的心思 然後這個男的就跟他說 沒有關係 你就把我放在旁邊當作仆人好了 能夠為你跑退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那女孩在這個一個 比較理想性的愛情受挫的時候 有時候會在某些階段 就跟這樣子的男孩相處 那跟這樣的男孩相處 剛開始其實也會有一種休息的感覺 就覺得滿不錯的 可以彌補一些內心的這種失落 可是久了久了之後 那種想要虐待這個男士的衝動就會出來 大部分我們就看到 女生就開始就是會 毫不留情的去戳這個男孩 最脆弱的地方 例如戳他不夠事故 社會經驗不夠 心思不夠複雜 所有這些本來其實用來照顧他 讓他喘息的事情 都會變成缺點 然後他會很開始 很強烈的女孩會很開始 去呼求以前那種 像父親一樣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一個比較深度的 戀父親節 在感情上面的一些作祟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常常會擺盪在 這兩種男人當中的話 需要去內修的課題其實是最早 你在跟父親的經驗當中 形塑的自我感 跟你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認同 你能不能夠拋開這個 從男性的愛熱情跟照顧當中 才能感覺到存在 才能感覺到自己很好呢 你能不能自己可以感受到說 一切曾經給你的愛 其實是你成長當中的一個養分 其實你現在 已經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人 那你其實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你要不要跟一個男性 用平等的關係去相處 其實這個才算是 擺脫了戀父親節 在感情當中的影響 那另外一部分 大家也不要小看 母親有時候也會 大幅度的影響你的戀愛 大家這個很容易去想嘛 如果你的母親 成天跟你講說 挑男人要挑一個很穩定的 要像石頭一樣的 因為石頭不會跑掉 那你就會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很 可能會很想要去找一個很安穩 你會用放大鏡去看 一個男人可不可靠 可是往往啊 你就會發現 這種很可靠的男人很無聊 所以你又開始擺盪 有時候就會跟所謂的混蛋 或者是不可靠的人談戀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像我剛剛講戀父親節一樣 這種擺盪都告訴我們說 你在跟父母的原生課題上面 有一些還沒有解決的地方 也就是說你的戀愛 並不那麼真正的自主跟自由 這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現象